近期我在YouTube上看到有一個KOL 它說買保險的重複機會有三個大的陷阱 而其中第一個我也很想跟大家研究一下 究竟它說這個重複機會 我們又可以用什麼角度去了解或者去分析 這個KOL曾經做過一間保險公司 現在移民本行業都做了十多年的時間 對保險也有些認識 所以它現在沒有什麼特別的衝突或者利益關係 它是將它的經驗分享給大家知道 當中它說第一個重複機會 就是高端醫療是可以攻斷的 它的意思是有很多保險顧問 就容易一樣東西 當然它是用粗口 但是我明白到的意思就是好像誤導了客人 今天我也很想跟大家說一下究竟在我的理解 攻斷高端醫療究竟它的運作 以及究竟作為一個人客 那個預算應該是多少呢 客戶一定要明白 所謂我們去儲備一筆錢 給將來老的時候 去給醫療保費 不只是高端醫療可以做到 其實任何保險計劃 意外計劃 普通你的舊轉都可以這樣做到 這個概念通常就是 例如客人今天是40歲的話 現在香港人的壽命85歲 我們就會逐年逐年 以今天的保費表 將40歲加加加加到85歲 原來你這個高端醫療 總共是要付400萬的保費 如果消費額 你慢慢每年給 如果你有85歲 顧問有時就會用一些 儲錢的Pan 當年那些儲錢Pan裡面 是有部分保證 有部分是非保證的紅利 就跟客人去計 會不會他不給400萬 可能給350萬 可能都可以那個紅利 在20年後或65歲的時候 可以把紅利 幫他由65歲開始Pan Pan到85歲呢 因為65歲至85歲 那段時價保費都是最貴 都二十年的 所以那個錢是不小的 當今天的顧問去計 因為剛才我說的那些銀碼 都是一個私家病房的高端醫療 如果一個二人病房的高端醫療 就大約二百多萬左右 由40歲至85歲 相對要儲備那筆錢 就少些 如果你是一個投保人 正常來說 現在市場上的高端醫療 都已經是印到100歲 今天的價目表給你了 OK 你自己都可以計 由你今天30歲也好 40歲也好 計到85歲 原來我總數是要給多少補費 OK 雖然我們今天未預計 本公司加價 但起碼你都心裡有數 如果你計完出來 原來我是買一個二人病房的 大約可能是二百萬 你今天計出來 由40歲至85歲 明明是二百萬補費 我試過有些人客說 我是只有十萬 一年給十萬 我預計我儲五年 儲五十萬 Michelle 你總之用我這五十萬 那就跟我去預計將來去行 你給五十萬補費也好 一百萬補費也好 但是有些客人很有趣 他們覺得 你試一下回去溫給我看 我也試過 那時候有些新同事 那些客人想供這麼多 不過他又要做到這樣 又要做到這樣 我也跟新同事說 沒有可能的 你只要回覆他做不到就可以了 不是客人說多少錢 你就要找一個天下無敵的提案給他 不是這樣 做到就做到 做不到就做不到 不是個個都有能力 這樣儲蓄這些儲蓄戶口 我自己的客人也是 不是個個有能力 那我就會把一個大的圖片給大家 現在你四十歲至八十五歲 算出來 原來你要付二百萬 我當我們就餘鬆一點 要是都預你長命 起碼你那裡都預多些補費 因為補費有機會加 那如果你說 不如我們預250萬 那250萬 如果我這樣 250萬分二十年比 那客人根本就沒有必要 今天跟我這樣做這個動作 他一定是覺得 省了錢 他才會這樣做 那在250萬裏 我當一下八折 原來我用二百萬去計 那二百萬 如果分二十年的儲蓄計劃 每年都要給十萬 那人客就知道 起碼大目標 起碼是這個 起碼 不是個個客人都有這樣能力 那我就量力而為 原來你今天是儲蓄到 一年儲蓄兩萬的 那你就儲蓄了 那只不過 將來你會知道 你只是留定一筆錢 給將來用 其實你今天開這個儲蓄戶口 愛不愛來供醫療呢 公司是沒有限制的 你到時有緊急事 退休要用 或者有些得法事 突然間家裡要用 你都可以隨時拿出來 今天我們只不過給你一個概念 大約是自己儲蓄一筆錢 只要客人他明白 原來那個補費的數量也挺大 就算我們預算通脹 再打八折 那條數他今天沒有能力做也好 他會不會考慮自己量力而為而做呢 那客人有幾種的 有些客人就覺得 哇 這麼大銀碼 我都是自己去炒股票 我覺得我自己炒股票的回報更高 OK 我就這樣買著消費式的高端醫療 到時候我用我自己外面炒股票 每年收的息 一件事我去付都可以 有的 我也有些客人這樣 甚至乎有些客人就說 我不用放在你們那裡儲 我自己有樓收租 到時候我用我的租金 去幫我供高端醫療 也有的 其實客人有很多個方案 他可以去想 將來怎樣去給補費 KOL說中伏 我想是客人沒有想過 將來70歲的補費是多少 在賣高端醫療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補公司 都收到100歲的補費 其實超過60歲的補費 就算有佔底費版本 都是六、七萬以上的 不便宜的 起碼我知道 由今天40歲至85歲 我大約的成本是多少 因為40至85歲 舉個例子 原來我獲了400萬 但是這張單 事實上 是真的補5千萬 那你說 我哪補到5千萬 那好像我個人客人的例子 5個月 賠了940萬 當你給了40年的補費 都是400多萬 那保險公司賠900萬 都是划算 保險公司都是做生意的 我們有時候 不要經常覺得 別人是賺我們的錢 其實營運 很多東西 整個社會 不同行業 都有不同行業的功能 保險公司 就好像做一個中間人 我們去幫一些 我們叫做 中產 或者一些小康之家 我們去減低的風險 我們看過保費 覺得可以的 不要去想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之前 一些講高端醫療 都是 我的人客 40歲的時候 我跟他說 喂 買高端醫療 哇 70歲這麼貴 那補費 怎麼付 我覺得我70歲 付不起 那我不買了 那人客 就在44歲的時候 就預言 唉 他沒有想過自己 這麼年輕 會遇到有癌症 那他只能夠用去普通的住院 普通買的重疾保險那裏保障 那裏保障 那當然那些錢 就要計著計著 又怕不夠用 所以當他40多歲的時候 還餘癌 他立刻叫他先生 就加高端醫療 好了 那加高端醫療 現在都年後了 如果大家有跟開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就知道 我這兩個月都有兩個人 下癌症 其中一個很不幸 就是他的先生 50歲 沒有吃煙霧喝酒 肺癌 亦都擴散了很多地方 這兩三個月 一直在治療 我們亦都是用出現面罩數 一直幫他給他 現在他亦都在某一間私家院 私家病房 就跟進治療 每一個月 本公司就出現面罩數 幫他找那個醫療費 其中一個波路 在這次的短片我都想說 上個星期 因為人客的情況 就一般 因為他買了私家病房的高端醫療 他太太跟我說 Michelle 我老公很開心 這幾天 我說什麼事 沒有 中學同學 教會 朋友 都有來到病房探討 大家要拍照 聊聊天 我看到我老公很開心 他就告訴我 這個又是另一個經歷 為什麼呢 早2019年 我那個客人 又是肺癌 五十多歲 入私家病房 當時那個人客 在疫情的時候 他雖然在私家病房 但是就不能探病 只得他太太可以陪著他每天 但是這次這個人客 疫情已經過了 原來他在私家病房 是可以天天不同時候 人們都可以去探他 對病人來說 是開心的 還有你私人病房 聊什麼都行 又不會有隔離病床 吵住隔離病床 這個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原來真的買私家病房的高端醫療 是會令到病人是開心的 病的時候會病得開心 真是幫到手 現在人客還在裡面住 也都在做化療 我們公司又幫他給醫的費 哦 70歲很貴的保費 我這兩個人客 都是買高端醫療 都不夠十年 但是就用得到高端醫療 而真的令到他們病的時候 我可以用保單去幫他們服務 令到他們不需要擔心錢 有最好的治療 我覺得這個我也很想看大家的 保單要量力而為 知道大的圖案 如果今天的顧問跟你說 你明明40至85歲 是要付200萬保費 陳先生今天你付50萬就可以了 這十年 我想你都不會相信 什麼計劃可以這樣做 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 不要說你們 我都沒有能力這樣儲 我是一年工多2萬的 沒有工多2萬 當作儲退休 不過保卿顧問 把這個概念告訴你 其實保單是有很多功能的 有傳承 很多東西的功能 是你估不到的 保險顧問是有責任告訴你 原來你又可以這樣利用保單 令到你將來老了時候 用來交保費 是有這樣的功能的 不過你說保單夠不夠錢去行 那我再計算 再準備 不要把所有東西 就覺得保險顧問為了吸引你買多些產品 而接著有一點誤導 或者騙人那樣東西 我覺得作為消費者 自己都有一個合理的預算 或者合理的分析 這樣就對大家公平一些 我們作為保險顧問 能夠在客人大病的時候 幫他處理到便宜數 幫他找這麼大銀碼的醫療費用 我也覺得 我做這個工作是很有意義的 有時候跟客人認識了十幾二十年 就算大家多好朋友 我也沒有可能每個月幾十萬幾十萬 幫他付醫療費 但是因為他賣了更高的醫療 我就可以幫到手 近期看到KOL 都很多人看的 但是他不停地說 可能有些保險顧問會這樣誤導你 都這麼多view數 我都希望多角度 給大家了解多些 如果大家都覺得我們這個觀點 是對你有啟發的話 都歡迎你 發揮給多些朋友 多些人看 你明白保險怎樣運作 高端醫療怎樣運作 儲備的意義 儲備怎樣做 怎樣去決定 將責任交給自己 社會就會開心 其實保險的意義就是 幫輕了中產或者小康之家 將風險轉移到保險公司 也都是因為有保險 這個產品 政府醫療才可以 將部分的病人去到私家 令到政府那條隊 不用排得那麼多 病人也都不需要不停等 每一行都一定有一些 可能做得不太好 或者不太專業的 但是也都不可以抹殺 其實在行業裡面 有很大部分的人 都是很用心 很專業去做這個工作 那我們 會不會可以不要 特別誇大那些 做得不好的 為什麼不需要做得好 那班人 令到行業做得更好呢 你都對我今天的短片 認同的 就給了我們深深 如果你都認同我們 用Youtube Marketing 去做這個行業 令到更多投保護人 尊重保險的價值 尊重保險負面的價值的話 歡迎你 DM 我們 我們都希望找多些 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去做這個行業 下次見